很多人来明孝陵呢都会犯一个错误 那就是走错门 为什么呢 因为明孝陵一个有七个入口 大多数的人都会从一号门或者是三号门进 因为那个地方的交通比较便利 但是哈 如果说你真想体验一下来明孝陵参观的这个乐趣 那么最好我建议你从这进 这个是这个下马坊公园 这个下马坊呢 说实话不光是在明孝陵有 历朝历代的皇家技术年前都会有这么一个东西 有的呢可能是排放 有的可能是碑 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在上面的几个字就能看得清楚 诸丝观园下马 它的作用就是提醒你 甭管是文官也好 还是武官也好 或者是皇亲贵气也好 来了事儿 不管你的身份是什么 坐轿的给我下轿 骑马的给我下马 然后徒步的走上去 那么这个距离到明孝陵有多远呢 差不多是三公里 那么今天呢 我们去明朝人祭拜明太祖的那条路线去体验一下 到明孝陵里面看一看 这个呢就是明孝陵的第一座大门了 它叫做大金门 在明代也是明孝陵的正门 在那个时候 像咱们这样的普通老百姓根本就进不了这扇门 为什么呢 如果说你在明代想要进这扇门的话 你要是不是皇亲国戏 搞不好会打你一百大棍 这门现在看起来呢 其实挺破旧的 为什么呢 因为整个明孝陵的景区里面 只有这扇门是没有维修过的 那为什么不维修它呢 因为这扇门它原本到底长什么样 连专家都不知道 目前整个明孝陵的景区 所有的门都有文献记载 唯独这扇大门 它过去是单层的还是双层的 顶是什么样子 没有任何的记载 不过具体呢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像北京明石三菱的大洪门 或者说像青东陵风水墙外的大洪门 应该跟它差不多 不过当时呢 本着修旧如旧的原则 所以说当时的考古专家也没有把它进行重新维修 尽量保持了它的原样 好 我们接下来往前看看 前面有一个被称为中世纪奇迹的一个建筑 从大金门进来之后 就是明孝陵的碑亭了 这个碑亭在南京本地人的口中叫做四方城 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 因为在太平天国期间 整个明孝陵的地面建筑全被毁了 只有这个碑亭它的亭身还在 大伙可以看一下 这个碑亭的亭身全是砖石结构的 当时整个顶都不在了 可是这个碑亭还在 所以远远看上去呢 你看它有四个门洞 然后当时顶上是四方方的天 远远看上去就像一座城 所以叫做四方城 我们进去看看 这里面就是朱老四给的爹当年立的碑 这个呢就是明城祖朱棣给的父亲朱元璋修的石碑了 也叫做大名神功圣的碑 我说起这个石碑还有一个故事 就是在南京本地人的口中呢 其实这块碑并不是原版 如果你去了汤山那边 其实还有一块 那个地方叫做阳山碑材 为什么呢 据说当年朱棣给他爹 修了一个特别特别大的石碑 有多大呢 三十多米高 但是以当时人类的基础 根本就立不起来 不过那个碑如果真的立起来 那真的是人类中世纪 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了 但就是那个碑呢 没有办法运过来 所以说就用了这么一个缩水板的 不过即使是缩水板的 但这个碑其实从底下看 也已经很高大了 我们经常会在抖音上刷到各种关于明霄陵神道的照片 今天我们看这个明霄陵的神道 非常的漂亮 但是在整个清代 尤其是在清朝末期 整个明霄陵地面建筑 基本上也不剩什么了 而且我们看一些老照片就会发现 到了清末的时候 明霄陵神道的周围 就像一片荒墓一样 连树都没有 那么明霄陵在清朝有没有被破坏呢 这个还真没有 具体是什么原因 我们往前走走就知道了 这个呢就是著名的智龙唐宋碑 这个碑呢是康吉皇帝立的 智龙唐宋什么意思呢 其实就是夸之元章 可能说他治理下的明朝 比唐宋两代治理的都要好 明霄陵可以说是 历朝历代皇陵里面 待遇最好的一个皇陵了 为什么呢 因为甭管是哪一个朝代 你虽然明朝灭亡了 但历朝历代 对他都是加以保护 明朝的时候就已经建立了 对明霄陵专门保护的机构 这个机构呢分内外两个 里边的呢叫神宫剑 是一帮太监在这负责打扫 另一个在外面呢叫孝陵卫 在孝陵的外面 今天南京还有孝陵卫这个地方 那个就是明朝时期成立的一个 专门保护明孝陵的一个军事机构 这个机构有多少人呢 五千七百人 而且这支军队整个明朝一直都在 直到南明时期 朱由松建立南明政权的时候也在 南明结束之后 当时清朝的御亲王多多 进入南京城之后 第一件事就是下令 不许破坏明太祖的山林 也不许骚扰南京城的百姓 后来的康熙乾隆两代皇帝 都来过明孝陵 而且每次来的之后 都是三跪九够 姿态是相当的低 为什么呢 因为清朝刚建立的时候 整个南方的汉人群体 其实对清政府呢 并不太感冒 因为清朝在康熙数年 还有在顺治年间的时候 都实行了大量的圈地啊 还有像提发令 这样的一些极端的政策 所以说导致南方的汉人 一提起这个清朝啊 就特别的反感 甚至有些恶心 清朝对此呢 也是相当的心知肚明 等到天下太平之后呢 他需要维护整个政权的稳定 而朱元璋呢 他在整个汉人群体当中 心里的地位是非常高的 因为对于汉人来说 清朝保护明孝陵 其实也是拿明孝陵 作为一个好牌坊 来展现自己 要和汉人缓和矛盾的决心 等到了太平天国的时候 也是一样 当时的红天王 占领南京城之后啊 第一个想的就是 他自己呢 跟明太祖差不多 为什么呢 你明太祖打的是蒙古人 是游牧民族 我打的是清朝 是渔猎部落 甭管是渔猎部落 还是这个游牧民族 反正都是蛮蟻 那咱俩俩就差不多 所以说整个太平天国时期啊 对于明孝陵的保护也挺好 等到了太平天国后期的时候啊 这个太平军和清军 在这个地方火兵 结果呢 就导致这个地面建筑 被破坏得非常惨 毕竟那个时候 活人都过不上了 更何况这个死人的建筑呢 是吧 所以说当时明孝陵的地面建筑 被破坏得非常严重 等到辛亥革命之后 清朝灭亡 孙中山先生坐在第一件事 也是来到了明孝陵 祭拜志愿长 为什么呢 因为中山先生觉得 自己和明太祖也很像 明太祖的口号是 驱逐葫芦恢复中华 立冈陈记救济思民 中山先生在光绪三十一年 提出的口号是 驱逐大陆恢复中华 创立民国平均地权 哎 说到这儿 这两个人是不是很像 而且中山先生在继闻里面 直接就臭骂说 今日之满洲 本塞外之东湖 西在明朝 屡为变换 后称中国多事 长驱入关 灭我中国 拒我政府 破我汉人为其奴隶 如毁思来想者 免其罪 敢有抵抗 杀物社 这篇文章 等于说就完全否定了 清朝200多年存在的合法性 这也就是为什么 民国的时候 没有人敢碰明孝陵 有这个文章在 谁敢碰明孝陵 那就等于说是 挖自家的祖坟 反倒是当年来明孝陵 击败的清朝皇帝 整个清代的帝陵 除了清晰陵之外 清东陵的皇陵 基本上是被挖了个遍 而明朝的皇陵 除了万历皇帝的定陵之外 剩下的基本上 都保存的非常完好 我们到前面继续看看 这里面有个好玩的东西 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这个 这张画像 其实关于朱元璋 长相的这个问题 在明清两代 都有很多不同的说法 因为据说 在明朝的时候 就已经在民间流传了 非常非常多 关于朱元璋 奇怪长相的画像了 有一种说法 说明朝政府 为了刻画朱元璋 是天子的这个形象 所以故意把它的 这个外表弄得很奇怪 但是呢 其实看明朝的画像 就能够看得出来 朱元璋的长相 应该是那种 天庭饱满 地葛方圆 肯定是个帅小伙 不然的话 郭子星不可能 把自己的干女儿 嫁给朱元璋 就是因为当年 看着他有帝王之相 才会统一这门婚事的 说实话 如果说朱元璋 地下有之的话 看到这样的画像 挂在明孝陵 我估计他能气活过来 我们接下来 往前去看一看 前面的这个 就是孝陵的明楼了 在明楼的两边 其实还有一个隐藏的建筑 大家都没有发现 因为明楼这个建筑 可以说是明孝陵 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一个 它是明清皇陵当中的 第一座明楼 也是后来 所有明朝和清朝皇陵 里面的一个典范 后来其实大家都学的 这个建筑 在明楼的后面 就是一个巨大的风土堆 我们到前面去看一看 很多人来明孝陵 过了内侯门 直接登了明楼 就忽略了 其实在明楼的两侧 有一个非常值得 我们注意的一个建筑 就是这两堵墙 这堵墙 它是明朝时候的食物 也就是说 孝陵里面其他的一些建筑 可能都是复原的 但是这堵墙 却是少有的一块 明朝时候的食物 我们看一下这些花纹 就能够发现 其实明朝时候的建筑 不是那种清朝时候的 花里胡哨的样子 它都是很大气的 这堵墙 你看别看得非常高 但是这个花纹 还有它的砖雕 每一个都雕刻得非常细致 同时又不缺那种线条的美感 这个和后期清朝的建筑 是完全不同的 这个就是明朝陵的明楼了 明楼这种建筑 其实在孝陵之前并不存在 其实后来清东陵 清清陵里面就能够发现 它是放石碑用的 这个碑上会刻着皇帝的 嗜好还有妙好 不过因为我们现在的 明朝陵的明楼是后建的 它最初是什么样子的 我们看老照片就会发现 其实只剩下一些残骸 上面的建筑都是后来重修 到明楼后面看看 前面这个巨大的风土堆 就是马皇后和朱元璋的 安眠之地了 这个风土堆有多大呢 它的直径有400米 可以说是整个明清皇陵里面 风土堆最大的一个建筑了 在这个风土堆的东侧 也就是在那边 就是朱元璋最疼爱的儿子 朱镖的买骨之处 可以说这一家都是整整齐鞋 而在那边呢 也就是这个风土堆的西侧 是明朝殉葬妃子的陪葬坑 之前呢会已经出土了一些 妃子的一些遗骸 不过呢那边没有开放 殉葬这个制度呢 其实在西州的时候出现过 春秋战国时候也有 但是在汉代以后已经很少了 不过到了明朝 这个制度就不知道为什么 突然又被拿了出来 稍后呢我们就到这个 朱元璋最疼爱的儿子 朱镖的墓那里面 去看一看 明朝领啊可以说是朱元璋 悲惨一生的见证 为什么这么说呢 你看他啊 童年的时候父母兄弟都没了 等到了人到中年的时候 他老婆马皇后没了 等到了这个晚年的时候 他最爱的这个儿子也没了 我们说的这个最爱的儿子 就是我身后的这个墓的主人 太子朱镖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就是明朝领东侧的东陵遗址 也就是太子朱镖最后的安眠之地 这位太子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 最稳的一个太子了 为什么呢 老爹护着 然后老妈抨着 各路的开卧功臣 也都是为他保驾护航 文臣武将也都扶他 然后兄弟呢也都不给他撤走 可惜呢 他就是短命 而且你看朱元璋的一生 明朝领的这个建筑 在建完之后的第一年 也就是1382年 马皇后就去世了 十年之后 也就是1392年 太子朱镖就去世了 也就是说朱元璋本人 还没有躺进来 这老婆孩子全都战权了 就像我们刚刚说的 这个西侧 就是朱元璋这个妃子殉葬的地方 可以说这一家子 都是整整齐齐 全都买在了这一片 但是你来到这的话 说实话也没有什么必要再去看 因为整个东陵 什么建筑都没有留下 其实就像朱镖的一生一样 说起这个太子朱镖呢 他的一生和另一个人特别像 我们可以跟他对标一下 那个就是康熙的太子印仁 这两个人都有一个特点 父亲藤 母亲都是皇后 都是正儿八经的嫡初 然后呢 老爹为他保驾护航 还有各路大臣也都在帮他 但是他们两个到最后呢 全都没能够熬到登基的那一天 但是这个太子印仁和朱镖的待遇呢 又完全不一样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印仁他本身呢 他的这个立位和朱镖又不一样 朱镖呢 那是因为朱元璋真心想要把他 打造成一个合格的 一个名正言顺的去传位的一个 明朝的一个皇帝 但是太子印仁他的登基 其实是康熙为了制衡 八旗的这些王爷们 为了制衡他们的权力 才把他立上来的 因为之前整个清朝 在女战人的时代 根本就没有敌掌制和太子这个说法 完全是各路的这个王公大臣们一起互相打 谁赢了就立谁 像黄太极 还有顺志 全都是靠政变或者是斗争上来的 所以说太子印仁是 康熙想要遏制这些 八旗权贵的一种手段 但是最后呢 玩崩了 所以说他就没有朱镖的这个待遇 不过这朱镖呢 你说他生前 所有的东西该有了 就是没有一个好的寿命 最后呢 这个领路也是什么都没有留下 今天呢 明星陵我们就先走到这了 这一天说句话 也算是捡了不少肥 下一次呢 我们就领大家去看看 人类中世纪历史上 最大 最长 最复杂的 南京明星墙是什么样的 点个关注顾迷路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